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的这个男子的这个蒙特卡洛大师赛今天传出今天冷门啊 这个头号种子呢塞尔维亚天王德约科维奇呢 被这个英国一哥埃文斯呢直落两盘6比4 7比5淘汰出局啊 为他在这个今年的这个宏土赛季呢蒙上了一层阴影啊 德约科维奇是信誓旦旦要拿下今年那么法网 呃要要实现双双满贯啊 其实这看来是遥不可及的 而纳达尔呢今天以6比16比1呢横扫前世界第三 这个呃迪米特洛夫啊 所以展示出良好的这个王者风范 所以在红土上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就不要再想什么一定是拉法营一定是纳达尔营 纳达尔是当之无愧的王者在红土球场啊 所以 我看你 感谢观看